你想过要成为导演呢 要拍摄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的一些影片呢 《淡马戏2020》短片计划 就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导演们 希望有机会能够登上个大舞台 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资深的导演来带领着他们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淡马戏2020》的短片计划 特别邀请的是大家可能不要熟悉的 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我爱过的一切的导演 蔡渝伟导演 蔡导你好 哈喽 大家早上好 蔡导听起来很 我们让蔡你好 今天还来了两位同学 他们也参与了这一次的《淡马戏2020》短片计划 已经毕业了 来自医安理工学院的同学 正准备朝向他另外一个人生的目标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同学是 黄思敏还有张嘉欣 你们好 早上好 所以你们都负责同一部这个影片 对不对 就爱存在吗 我们先请蔡导演 先说一下您个人年轻时候 但现在还年轻了 当初决定加入这一行的时候 或者拍的第一部影片 或者短片的一些经历分享给我们 其实那时候开始要 就是拍一些短片的时候 也是跟朋友一起闹着玩的 根本没有想过把可以混口翻起 所以真的是冲着那种热爱拍摄影片的那种心态去参与的 拍的第一部所谓的短片的内容主题还记得吗 你这个项目告诉我什么 他是叫做烙塞 泄肚子 泄肚子 我说你讲到这个主题是想反映出什么 没有 奇怪 我一群朋友们就好像有一天全部去吃同样一样东西的时候 可是个别不知道我们一同样去同样一个地方去吃东西 我就全部一起 泄肚子 我们就 我就想 有个故事 如果我们两个同时间一起泄肚子 在隔壁洗手间聊天会讲些什么 聊些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样拍 好有特色 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的蔡导演 蔡优衣导演就负责大马戏2020短片计划一些同学们的一个导师 那么就升格为导师 会给他们一些怎么样的引导呢 在过程中 其实主要我就是要 我就看他们之前拍过的短片 那么又看他们现在的 他们想要拍的短片的那个举本 那么就尽量了解他们本人到底要朝什么方向 那么就尽量把他们带到他们所要去的 那个所要拍的那个 情节 情节啊 怎样手法等等 那么就 我 我也只能就是把他们引到他们应该要到的地方 那么就其他就 成品就在他们手上嘛 对 那么导演会让他们比较open的嘛 对不对 其实每个导演都他们的所谓的拍摄手法 包括年轻一代的这些学生们 所以会让他们很自由的 想要做他们可能很抽象的拍摄 很王家卫的拍摄的话 你会说 Please不要这样子 好像还差不多 是不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让他们很open的去做呢 呃 虽然我讲open 不过主要是我一直要引导他们 告诉他们说 他们要怎么样告诉他们 怎么叙述他们自己的心声 而不是说怎么样去抄袭别人 因为你自己的心声肯定是独特的 是是是 那么你可以讲出你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就会跟别人一种不同了 了解 他们心声是怎么样呢 年轻一代的朋友们 黄思敏跟张嘉欣 呃 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让你们决定把拍摄出来的呢 这故事情节 来 呃 就是当时 其实这不是我们 呃 原本的故事 OK 其实我们之前 其实我们在写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小孩子 跟一个外籍老公的故事 就是 他的父母离异 然后他的爸爸是烂赌 可是 因为我们的剧本 就创作方面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 也非常感谢蔡导演 就是告诉我们 提点我们这个一个idea 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才继续的这样发展 爱存在他的故事情节 跟你们原来的 会有怎么样的一些 不一样吗 还是那个爱的本身 还是朝政治 那个方向走的呢 呃 还是以小孩子 就是他们不懂得 怎么表达自己 心理的情绪出发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其实他们 可能还不够成熟 他们很多东西 就放在心里面 然后大人也很容易去忽略 他们这些心理的想法 所以我们这个爱存在呢 就是告诉大家 要多关注一下 身边的小孩子 就是他们 其实是很需要关爱的 嗯嗯 所以你们在学校 所学习到的一些拍摄电影的 一些技巧等等 是否都运用在这一次的拍摄 这个故事的 这个电影当中呢 还是其实在菜岛的帮助下 也做出一些改变呢 呃 其实我们在学校 因为我们是华文传媒系 所以我们学得很广 所以这是我们四个学生呢 就是四个同学 我们其实是对拍摄电影 这种东西比较有兴趣 嗯 然后我们在学校拍的呢 都是就自己的同学 就是那个团队 就是摄影师啊 什么导演 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可是这是 是我们第一次跟专业的团队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从他们身上 也学到非常的多 嗯嗯 那么在合作过程当中 有担心吗 就是说哎呀 能够拍出什么东西来哈 而且参与这样的一个代码系 2020计划 怎么样的 因为最后还是会呈现在 这个网络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最后一个成品啊 所以思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学习到些什么呢 其实呃 就好像刚刚导演所说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 和那么专业的人士合作 所以呃 这一次紧张啊 什么的是 不可避免的吧 我觉得 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 太多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呃 很开心这一次可以跟 很专业的人士 还有这些前辈 然后他们就也教了我们很多 真的 前辈欸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是说经验的前辈 可是你看起来还是 依旧18岁的感觉 是是是是 我在喝什么药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从蔡导演身上 学习到些什么的 之前有看过他的电影吗 有 之前我们都有一起看过 他的第一部短片 我们也看过 嗯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什么拉屎的一个 是另外一个 蓝蓝的天 就是那个剧情里面也是有 好像也是有拉屎吧 有一点有一点 后面后面 OK不过 蔡导偏向于 跟厕所有关联的故事情节 所以先看了之后大概了解 会了解说蔡导演的一些拍摄手法吗 我觉得他比较就是 有点夸张就是 哈哈哈哈 我发张手法 那也是一种手法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走向是比较催人泪水的一种拍摄手法吗 偏向 啊 就是台词也没有很多啦 然后就是 还王家卫吗 也没有很王家卫 可是就是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是尽量写实啦 可是还是因为 呃符合观众的一些要求或者什么的 我们会 呃有一些手法也会比较 可能偏离写实啦 可是尽量 啊 OK 所以蔡导演其实不只是带领这个团队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组别 对 他们的 这些年轻一代朋友们的想法呢 跟他们的拍摄手法 有怎么样一些不同的 跟你们当年年轻的时候 啊 我觉得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 啊 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要叙述 可是 我觉得你看得出 如果你看好像 五年前 十年前 跟现在的那个 啊 短片 啊 科技方面 是 当然有有进步 可是故事 我很庆幸的是 很多新加坡人的心声 都有表达在里头 嗯 所以这些年轻一代的朋友们 他们许的故事都是跟什么 感情 或者是爱啊 或者是对长辈的爱啊 忽略的爱这些有关联吗 还是一些青少年问题比较居多呢 呃 因为这个 这个2020 project 都是会有想到这些 啊 主题 啊 来来叙述那些 有关联的故事吧 嗯 所以啊 我觉得都跑不掉 都会有跟好像人际关系啊 等等 这些社会上有一些问题的 那些短片 啊 他们都会以这些故事 啊 来取材 嗯 所以啊 这难免的 难免的 难免的 对对对 当然 我们现在看到说 有不同的 所谓的大影片 大制作都充斥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面 所以年轻一代朋友们肯定看过很多有好莱坞 有本土的 啊 有来自香港啊 台湾 中国啊 每个派出所都不一样 所以会不会在他们的构思跟思想当中都看到了一些迹象在里面 会会会就好像你说就可能十年前嘛 你看很多那些短片他们都很喜欢看起来很王家味 哈哈哈哈 整十分钟就两个人在那边抽根烟啊 啊 不过啊 你 现在我觉得就比较韩国风吧 啊 这很多都啊 有一点 他们的 啊 言行举止都有一点比较 被韩国 那些韩剧所影响的啊 啊不过我也不会说全部一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啊 啊 还是会有那些觉得 哎 我们有我们自己新加坡人的故事 嗯嗯啊 而讲出新加坡人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看 我们现在一打开电视 你不要开声音都好 你一看那个画面 画面你就知道 哎 这个是台湾片 哎 这个是韩国片 这个是泰国片 啊 我们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在寻找我们自己新加坡人的那种 嗯 风格吧 啊 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聊这个淡马戏2020的这个计划啊 看看我们学生们还有蔡渝卫导演啊 怎么带领他们 呃 未来的这个走向这个大舞台 我们期待我们第二段的标新解谜 特别请到是来自淡马戏2020短片计划参与者啊 两位同学上的节目那就是黄思敏和张嘉欣 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啊 我们本地的导演蔡渝卫导演上的节目啊 呃 但是两位同学其实合作之间啊 有没有出现一些摩擦的呢 会大家的想法跟呃 这构思的不同 因为其实每个人看的观点都肯定不一样啊 要把它拍成这一个影片 肯定会出现一些讨论的地方是吧 是 讨论啊 我觉得这次我们合作非常特别 因为其实我们四个女生呢 其实在学校是没有什么交流的 哎呦 可是莫名其妙 他们把我们凑在这个组合当中呢 我们就 哎 蛮有默契的 嗯 然后也是很意外 其实我们自己也挺惊讶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诶四个女生呢 会不会有一些争执啊 或者什么的 可是很意外 我们这一次 第一次四个人 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合作 可是 都挺有默契的 没有发生过大的争执 应该是第一次合作比较客气了 第二次合作我们再来问 客气 这两次用得很恰当 是是是 哈哈哈哈 第二次我们再来看怎么样 哈哈哈哈 但是蔡导演这次刚刚不是提到吗 也负责另外两组 他们有的是喜剧 有的是比较艺术片嘛 对对对对 也不要说艺术 就是我觉得 他的节奏比较慢拍一点 可是 刻意的吗 刻意 可是我觉得 他就是因为他的手法 领到那个观众会 坐下来 仔细的听 还有看 其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还有他们每一个画面 都其实有给很重要的 那些信息跟线索 那你知道看到后面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啊 那个震撼会更加的强 我们期待 那这一组同学呢 他们在拍摄 虽然是拍片这两天 但是筹备的后期 你自己本身呢 觉得都有参与 不过 就是其实筹备真的是很 蛮长的时间 剧本我们花了几个月吧 我看 其实 对 那么之后又不懂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要重新再写 那么那个新的剧本是在拍摄一个月之前 才 才 定下来 是 而 问题是有些演员也已经定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想 有什么办法换演员啊 对啊 对啊 上人家的玻璃心嘛 哈哈 还这样子 你们还没 年轻导演可是没有办法 为了剧情所需嘛 叫选择适合的导演员 设的演员 所以在寻找演员方面 有挑战吗 还是 终于找到你们心中所属 我会担心会找不到我想要的 可是这次呢 我们合作这个女演员 就是 完全就符合我心中想象的那个 女主角 所以 他 其实他演的时候蛮做自己的 嗯 真的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大马戏2020短片计划 志在就培育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导演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尝试 那 说一下你们最后的感想 参与之后呢 有没有想过未来 想要走向这条道路吗 呃 其实我们 四个刚好都有在想 在继续往电影或者电视的方向发展 所以 我们有在想说 大学是 继续读关于 这一个方向的 的 学业啦 嗯嗯嗯 那 呃 嘉欣呢 导演 我觉得这次这样子第一次跟这种 团队合作 我觉得 我很希望 还有下一次 就是非常期待 是 那么 蔡导演呢 看到这些年轻人 很好 因为 因为导演 在新加坡方面 女生是 算少数的 是 所以多一点女生是好的 哈哈 但是目前我们在本地的这个环境哈 但我们知道说市场不大 我们都很多 呃 影片肯定面对很多的挑战哈 那这个硬件跟软件的设施方面觉得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进改善 可以帮助培育更多这些所谓的年轻导演的呢 其实我重要最重要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所以 多点练习 会 东西就会做得越好 所以就希望 新加坡有更多机会给大家 嗯 排動画片 又 还有资金 资金 对 对 我们的 什么都是说 没钱 拍不了什么 什么都拍不到 是是 不能常去这个洗手间拍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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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c 蔡老,所以接下來還有什麼計劃嗎?自己本身,個人計劃 其實我在籌備我的後製,做電影後製的公司 其實現在這兩年都忙著在關於生意方面的東西 所以拍片其實在籌備劇本,劇本好才有東西 了解,所以到時候再上來我們節目分享一下你的歷程 那最後來呼籲一下上網看一下 今天重設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嘉欣導演和思敏他們的合作拍的愛存在 來說一下這個網址好嗎? 是www.project2020twenty.sg OK,再說一次好嗎? www.projectproject.sg 就數目字 對,然後就數目字20,然後就twenty.sg 是,如果想看我們年輕一代的朋友們,但是又記不住這個網址 你可以發個WhatsApp給我們,我們也會發給你 嗯,或者也可以到我們的,我們自己團隊,我們臉書上Hers Productions 就也可以到Hers,H-E-R-S,H-E-R-S 女爺的感覺 對對對 女生嘛 女性主權 哈哈哈 OK,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影片,因為這部應該有20部,對不對? 對 但陸續他們都會在網上給你們看得到 好,再次感謝蔡宇偉導演還有我們兩位同學,黃思密和張嘉欣,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